情消工作不間斷 桃園市府週三緊急再宣布 米提幼兒園群聚新增兩人確診 兩週內累計二十六人染疫 從家庭到幼兒園 再全回家庭跟家長職場 去年中本土疫情再次爆發以來 校園出現群聚感染事件不升沒舉 截至一號為止 全台幼兒園學童 已經有一百二十八人確診 郭曉生更多兩百二十六人 占了十八歲以下 染疫個案數百分之五十七點六 而值得注意的是 十二歲以下這個族群 跟其他學生差別 就在於沒有疫苗可大 儘管台灣目前規定 十二歲以上才能打疫苗 但是亞洲國家日本 北美跟中東的以色列 以及歐洲多國 都已經開放五到十一歲兒童 接種成人三分之一劑量的Bn7疫苗 哥斯大利家更成為全球第一個強制要求兒童接種新冠疫苗國家 到底兒童打疫苗是否力大與弊 國外對於這些兒童的一個疫苗的研究看起來 它的有效性跟它的安全性其實跟成人差不多 也因為幼童很容易發生感染 而且對群體免疫的整體效果也有一定的角色存在 我覺得應該是有心肺疾病的幼童建議他打疫苗 醫生認為國外研究數據看來兒童接種跟成人效果差不多 但台灣疫情相照國際趨緩 小朋友新冠疫苗到底打不打還有待專家演繹 今新聞馮文志祖教委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